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氣 那我們36都來到了苗栗的三萬露營區 今天呢我們也是夜沖 然後引主說夜沖四點就可以進來這個營區囉 雖然現在已經六點了啦 你們聽過夜沖最早可以進露營區是幾點呢 歡迎留言分享 本集看點呢 我會開箱一些我在蝦皮買的泰國零食跟泰國泡麵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阿三他要發威了 個人上流行他要做最近很夯的這個韓式折疊飯盤 那影片的最後我當然會介紹營區啦 那有興趣讓他繼續看下去吧 還沒訂閱我的朋友趕快先按下訂閱喔 我的FB跟IG都歡迎大家追蹤 裡面有很多我們的生活日常囉 哎呀好可怕 好專業喔 這樣就不怕拿出 有天黑啦 家裡還空空如也 那我還需要你們的幫忙 這個青花燈要夾在那個銀繩上面 一人一個來 我來吃飯一次 拜拜 讓你卡進去 然後放下去 會嗎 那現在還是晚上大概八點 我們要煮晚餐了 晚餐是炒泡麵 簡單就好 งART 我們要煮的 3700年 真的很大 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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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 8個 9個 10個 10個 2個 范围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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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涮涮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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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啊 随便你啊 啊 倒了啦 快點 要睡囉 晚安 我把桌子的位置從這裡換到這裡了 因為這樣才能看到外面的樹林 而且我是YOPIT 這樣拿東西比較方便 好 走阿狗 沒關係 你就自己玩 這邊還有一個 好 謝謝 這杯就只會吃可樂果 可樂不泥沫 我愛你 好痛 剛剛阿山下山去買東西 然後我跟小孩就帶在身上 覺得很悠哉 現在他要來做早餐了 他做那個韓式折疊飯糰 需要的材料有海苔飯 然後我們這次是用那個漢堡排 然後還有蛋跟起司 大人還加泡菜 爆棉人數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慢慢篩選 所以我們先做這種最基本的 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好的話 是不會少熟的 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好的話 是不會少熟的 我做的最快 完美 容許我幫你 沒問題 我們特級廚師 就是要一些小伏手 來 你的飯會不會太少 好漂亮 現在最困難的 這個很困難嗎 這樣折來折去嗎 這是最基本的喔 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好 我是不招生喔 這好像蠻難的耶 還不知道那個盪子 完美 那你要先切啊 看起來 讚的啦 看起來飯好多喔 好瘋狂喔 來我要吃這個 做起來就非常的容易 的這個折疊飯糰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阿山的做法 但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把東西堅守 然後遮遮遮 就好了 沒有技術性 是真的沒什麼技術性 泡菜很加分 那現在沒什麼事 我來帶大家逛一下營區啦 現在處在的位置呢 就是沙灣露營區的門口 後面呢 就是他們的生態池 可以看到啊 這周圍啊 一圈全部都是櫻花 所以它如果櫻花寄來的話 一定很好看 今早的營就有說啊 其實這個櫻花是還沒開 因為它是集野營 所以還不到它開花 那一路門口走進來 這裡就是營本部 有冰箱跟冷凍 這裡是D區 我覺得這邊最好 你看它旁邊 真的是圍繞櫻花耶 那說是E然後F區 櫻本部 這裡是B區 五臟包區 大家看到這邊是廁所啦 它這是新濃的 你看 哇塞 真的是不錯 吹風機 男廁女廁分開 看一下衛浴 這是洗澡間 它其實衛浴真的是還蠻多間的 所以都蠻乾淨 一煮隨時再切 最大的這裡是A區 C區 C區 最旁邊是小C區 櫻花樹下洗碗耶 你覺得怎麼樣 我沒感覺 我等一下就呼吸 民主啊它也架設了 不少這種吊床 躺在上面看著森林 真的很舒服 媽媽謝謝你 小心翼翼的爬過來 走上來是別人的營地耶 那我真的還蠻喜歡這邊的 所以 雖然即使我們是為了櫻花而來 然後沒有看到櫻花 但是 也不至於百姓而歸 老實說呢 現在這個時間 的確是櫻花要滿開的這個時間 但是最近天氣就是比較奇怪啦 印子是說如果假設你看到新聞說 阿里山滿開的話 那表示這邊差不多一週後會開 因為它比較低 雞眼鷹呢它本來就是花期比較晚的這種花種 所以如果想看櫻花的話 這個就給你們做參考囉 現在呢我就要來開箱我在蝦皮上買的 泰國零食跟泰國泡麵 我本來只是想要買這兩個 泰國的涼糖它有葡萄口味跟西瓜口味 但是呢莫名其妙我就買了一堆 然後老實說呢 這隻東西我也都沒有吃過 所以等一下就來開箱一下 看看好不好吃 點蛋黃的餅乾 它是這樣子的小雞腿的樣子 好可愛 就滿脆的 也有點辣耶 餅乾也有點厚 可以吃到很粉的味道 是辣味的 它是一樣這樣子的小雞腿 好可愛喔 它是外面有一層醬的包餅乾的感覺 這兩個我都沒有很喜歡 會辣 我在噴火了 喜歡吃辣的一定要吃辣 再來吃看這個鹹蛋黃麵 好吃耶 你也覺得好吃 泰國泡麵都我覺得都還不錯 但是它那個西腿餅乾真的不要買 不好吃 我們現在要吃晚餐啦 晚餐是這個 林聰明香辣砂鍋菜 然後小孩吃的是拉麵 其實最常就簡單就解決這樣 少了特級廚師 沒有 沒人需要特級廚師 媽媽厲害 好吃嗎 它那個湯底是在全家買的 如果你像我一樣 我也忘了買湯底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真的耶 真的耶 好啦 你是有什麼困難 你 來整一下也有缺點 那優點的話我覺得 它的衛浴設備是乾淨整氣 然後營地的話整體也算乾淨 它的風景很漂亮 提供那個吊床 然後還有森林區 可以大家休息 那這裡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這邊是完全沒有熟悉的狀態 那營椎也有想辦法解決 就是它有提供這個Wi-Fi 可是呢 就是我覺得使用起來 是頓頓的啦 至少有比沒有好 那小慶齊綠雲珍 還沒訂閱我朋友 也要趕快訂閱我 那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最新片的通知喔 那就這樣子啊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